要美容 千万不要进美容院 你看昨天他们报告 美容院多苦啊 花那么多钱造他自己 受多少次是一样罪 几乎都会把命都送掉 错了 所以六合金怎么修 落实 乳是道三个根 就是真正修六合金 六合金就落实了 真干了 从哪里做起 从我自己做起 不要求别人 你是征服弟子 只要求自己 不要求别人 胡获生团是这样建立的 绝对不可以 拿着这些 吃马子到处就良人 到处就批评人 那你就犯了大错的错 这个道理要懂啊 你自己做到了 你成就了 你成就肯定 感化别人 你一个人肯做 你能感化一家了 这一家都做了 肯定感化邻居啊 感化你的亲戚朋友啊 所以 第一次贵上讲啊 四夫人 人家未必能接受我 离夫人 别人自自然就干我 这是你自己从本身做起 这就对了 那么既然是 众生本觉的理性 在自己 自己是众生 众生两个字的意思 是众圆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叫做众生 我们这个人 这个身体 众圆活活 我们的物质的身体 是四大 地水活风四大 四大是什么 四大就是讲原子电子 现在科学名字是这个 科学家跟我说出来 一个原子 一个电子 和基本粒子 它有四种特性 第一个 它是物质 在高度显微镜之下看到 你能看得到它 它是个物质 它太小了 你摸不到它 你能看到它 那在佛家家呢 这个性质叫地它 地代表物质 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的时候 它带电 它带的有阴电 阳电 阳电 火大 阴电 水大 它有射度 它有温度 射度是水大 温度是火大 它是动的 它不是近的 它速度很快 动叫风 用风代表 叫风大 地水与火风 地水与火风 基本物质 基本的粒子 就是弥勒菩萨 跟我们讲 念念成行 那个行就是四大 它有这四种现象 行界有实 这句话重要啊 实是什么 实是受想形式 只要是物质 肯定就有受想形式 水是物质 江文波斯把它实验出来 它有受想形式 证明出来了 我是 好像四次到日本参加 国际会议 有两次是去访问 我到日本去过六次 这六次里面 我有两次 访问江本波斯的实验室 我去看 他给我详细讲解 做了几十万次的实验 证明谁真的有见闻就知道 我告诉他 还不止 这个现象 你们今天 已经看出 它有受想形式 这个实验出来了 他也把四象 展示给你看了 可是佛经上讲 四身相微 有这四种现象 你才看到四身相微 你还没有发现 你要继续努力 希望你用科学方法 把这个水 它有印象 它有香味 你能把它实验 撤出来 你功德无良 这佛经上讲的 任何物质 都有 受想形式 都有四身相微 用那种方法了 撤出来了 那不是用水 你看昨天 这个 他们几位在此的报告 他用米饭 乘三碗饭 一锅煮出了 乘三碗饭 白了二十天 夜晚了 今天赞叹他 赞美他 另外夜晚了 就讨厌他 怨恨他 还有一碗 根本不理他 结果二十天之后 天天赞叹这个 这饭变成黄色 有香味 那个被怨恨的那一碗饭的时候 变得非常难闻了 都变黑了 那个不理他的时候 也变坏了 他真懂得人的意思 这是什么 这是实现的时候 有色 有香 有味 那声音 没有办法 试出来 佛给我们讲的 完全说 实验出来 一切物质 都有 这个 色身相味 都会有这种 四种现象出现 这佛法奇妙啊 让科学家努力 却不得真实 所以 我们的念头 跟我们的相貌 有关系 要美容 千万不要去美容院 你看昨天他们报告 美容院多苦啊 花那么多钱 造他自己 受多少次 是一项罪 几乎都会把命都送掉 错了 你只要心好 你的相貌就好 这相随心转嘛 你为什么不相信这个呢 心好 相就好 心好 身体就好 身心健康 不要被人欺骗了 佛菩萨不骗人 都给你讲真实话 你一不听 你一去听那些美容斯的 你不自找苦吃 我们要身心健康 要相信自己 念头要善 思想要善 这是 十三要到尽 佛告诉龙王的 菩萨有意法 能理一切是艰苦 什么法呢 就善法 就这个十三要到 你的思想 跟十三要相应 你的见解 跟十三要相应 你的言语行为 跟十三要相应 你们又一样不善了 身心健康啊 天福美满了 你真做得到啊 就不能在外面求啊 底下讲 物知此皆而能念之心 皆是如来果觉 如来果觉 就是自信 自信的果觉 这个杰尔 在佛经里面呢 常常看见 他是形容 极其威惜的念头 实在讲 威惜到极处呢 就是 弥勒菩萨所讲的 夜谈指 三十二亿百千年 这截二 那个一年的心 这我们没法发现 我们今天发现的时候 是这夜谈指 一秒钟的四分之一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这是我们凡复一念 这一念心啊 就是如来过去 就是信的 就是自信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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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